早上的8点25分 我们今天还是跟晚餐一万又恢复到了三组牌 第一柱牌 第一柱牌我们是一只去碰三只 不是尾数 我们是一只去碰三只 三只号码 一只碰三只号码 1比 24 1比22倍 1比22倍 你今天 用240块钱去签 但是问题你上次已经输了11次输了2640所以说 你必须要用 加个120 就0.5也就是360块钱 360块钱如果今天中奖 一只碰三只如果今天中奖的话 你 请问你你是不是 如果今天中奖的话 0.5这一柱是把你本钱印坏的另外 再中一碰 240是不是中5300 是不是你赚大钱 我赚小钱 你赚4000多 你分我1060块钱而已 那你本钱来多少 本钱才48 0.1是24 一只碰三只 碰两只才48块 你帮我代签 全台湾市卖名牌卖牌最低的就是我本人 你找不到我 只用48块 你就买动了我 万华买一张子都还要100块 老兄 你们懂不懂 你们是 懂不到底懂也不懂啊 你到万华去买一张子 你买一张名牌 买一张那个名牌的 你知不知道 你去买一张 在外面随便 闸货店都要30块钱 你只帮我后卸了48块 你就可以 中到了5300块钱 请问你 你们到底要怎么听得懂 听不懂 不懂打电话来问 第二组牌是我们两只牌碰三只 两只牌碰三只 中一碰也就是 中一碰也就是也是5300 中两碰就是5600 本钱是480 这一组牌呢 你必须 你已经输掉了 第一组 你如果说你可以加个0.5 是不是再加个240 480加240 你可以把 以前的钱陆续再赢回来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第3组牌是 112 112 第3组牌112 请问你 是不是用这个 你这组牌已经输掉了480 是不是 就是 你第2组牌 第2组牌你并没有输 你是上次中两只碰一只 你是中了22倍加22倍就44倍了 你11倍加11倍是22倍 你才输了11倍 你还有11倍 11次可以玩 那这最后一组牌你是 是确定输完了 因为112480 480 480 再加14 就4800 你中5300 上次中的是0913 请问你 这组牌 你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 用这方面的去签 我们今天 在拜完拜以后呢 我们再传牌子出去 下午拜完拜以后 再把牌子传出去 我们先要靠神明来赚钱 因为运气很不好 有问题打电话到0915 008814